- 大家晚安 - 大家晚安啊 - 晚安晚安 - 威藤來了 - 所以今天又有威藤的鬼故事嗎? - 沒有啊 - 我今天是旁聽者 - 威藤我們要不要先聊一下 - 新工作室啊 - 好啊 - 我拍了一支很廢的片 - 啊那很短吧? - 很短啊 - 但大家很喜歡 - 啊你怎麼沒有把它抽到8分鐘? - 哇那要抽到8分鐘很難欸 - 那天是發現說那個鞋櫃已經來了一個禮拜了 - 我們的鞋子都丟在外面 - 嗯 - 後來就覺得 - 欸這樣打開好像可以欸 - 就拿馬桶拔去把它打開了 - 啊因為要裝了嗎? - 裝完了啊 - 隔天就來裝啊 - 隔天就來裝了 - 所以現在鞋子都收進去了 - 收進去了 - 收進去了 - 可以的可以的 - 我們前天 - 我和小美前天去維藤的工作室 - 立廚喔 - 因為小美你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立廚 - 立廚就是搬新家或者是買房 - 你要準備搬進去的時候就會有一系列儀式 - 選一個黃道吉日 - 然後做一個一系列儀式感的東西 - 你說那個禮廚一定要請人來喔? - 其實不一定啊 - 因為我們剛好是有認識的機身 - 所以我們就請他來幫我們做禮廚 -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禮廚啦 - 以前禮廚都是大人在做 - 小孩子在旁邊玩嘛 - 啊現在是自己的家 - 換人家禮廚真的蠻好玩的 - 我們為了湊銅板在那邊 - 那禮廚的時候因為那個叫做發財金喔? - 要準備168枚的硬幣 - 然後不管是1塊或者是10塊或50塊 - 那個是老師 - 那我可以稱他為老師嗎? - 他可以講老師 - 老師就是交代維廷說 - 你要準備168枚硬幣 - 對 - 他說那個錢就是要拿來 - 撒在家裡 - 撒在家裡面 - 家裡都有錢這樣子 - 是 就是發財的意思 - 然後維廷他準備168塊 - 哈哈哈哈哈哈 - 被罵死 - 維廷那天 - 結果維廷那天就準備168塊 - 他說這什麼? - 我們現在準備168枚嗎? - 怎麼是168塊? - 而且要湊168枚超難的耶 - 然後那天維廷就說 - 怎麼辦怎麼辦? - 我們現在沒有藍杉 - 沒有零錢 - 我們每個人都開始打開那個錢包 - 錢包 - 對 - 幫他湊錢 - 然後我們去買 - 我們還叫披薩 - 然後叫披薩 - 他還在電話裡面說 - 那個不好意思 - 你們有零錢嗎? - 想可以換零錢 - 然後有沒有100個一塊 - 對 - 那維廷你可以講那個 - 你打破東西的 - 那個老師特地有拿那個 - 劉沙金箔聚寶盆 - 聚寶盆 - 他說那個加持三個月了 - 對 加持三個月 - 然後交到我手上 - 我下一秒就把他打破了 - 哈哈哈哈 - 他那個維廷在拿的時候 - 他在我眼中 - 他成現一個 slow motion的狀態 - 可是他明明就是一體成型的 - 對 - 因為他在空中 - 我在想第一次A到的時候 - 其實應該就算了 - 沒有沒有 - 我們跟觀眾講一下 - 因為那一天 - 我們拿到的一個聚寶盆 - 它是一個玻璃形狀的聚寶盆 - 然後它是一起成型 - 它是完全密封的 - 它沒有蓋子 - 可是當人家交到我手上的時候呢 - 它居然自己分離了 - 它爆開了 - 它爆開了 - 哈哈哈哈 - 然後掉在地上 - 他說啊啊啊啊 - 為了柴位 - 就是原本要放在柴位 - 對 - 對 我的柴位沒有柴了 - 其實我自己是想的 - 可能是第一次撞到 - 然後它已經已經 - 可能它有一點小小的 - 呃 - 看不到的瑕疵 - 然後因為下面很重 - 然後上面很輕 - 所以就扛不住 - 喔 - 沒關係啦 - 之後會補新的 - 對啊之後會補新的 - 而且你現在發現問題 - 總比之後弄破了 - 更會緊張更好 - 如果擺上去之後破掉 - 更緊張嗎 - 對啊 - 可是我才會怎麼爆的 - 我才會爆炸 - 發大財啊 - 發大財 - 就跟我送花生牛奶 - 給我台北的朋友 - 嗯 - 然後他後來他們在直播說 - 我一曾送給我牛奶 - 在冰箱爆炸了 - 呵呵 - 為什麼啊 - 他說他回家的時候 - 有一天走到廚房 - 都會哭喔 - 為什麼地板濕濕的 - 然後他打開冰箱之後 - 他發現我送他的花生牛奶在冰箱爆炸了 - 為什麼花生牛奶會爆炸 - 可能是牛奶又裡面有菌吧 - 還是什麼 - 又從台南帶到台北去 - 真的嗎 - 不知道 - 他把他笑了 - 他把他笑了有可能喔 - 那就像小美之前用微波爐 - 欸你猜猜有沒有炸過微波爐啊 - 我們有在安平佳樂福 - 不小心炸人家微波爐 - 你為什麼要在佳樂福炸別人 - 沒有我們 - 拿秋刀魚去微波 - 呵呵 - 然後我不知道他微波完會爆炸 - 嗯 - 然後 - 然後那個就是 - 你知道他好像真的裡面放一個炸藥你知道嗎 - 對我懂我懂 - 因為小美他前陣子有把我們的柴葉蛋微波到爆炸 - 棒一聲很大聲 - 對啊 - 是棒嗎 - 就就砰一聲啦 - 然後我就 - 我就發生什麼事了 - 然後我們就去查嘴間看 - 然後整個微波爆開了 - 然後親很久也是親很久 - 味道很重嗎 - 還好柴葉蛋 - 但是他就是炸彈 - 如果我把秋刀魚微波到爆炸 - 小美會嘻笑 - 他就會嘻笑 - 因為我每次我每次煮飯我煮鮭魚 - 那個魚腥味很重 - 他就會在旁邊 - 呃 - 呃 - 就好像我在煮黑暗料理 - 好像我在煮黑暗料理 - 好啦 - 那我們就開始準備今天的鬼故事囉 - 來吧 - 是嗎 - 今天有微騰加持應該還好 - 不會OK啦OK啦 - 我們這個鬼故事啊 - 主要是不能在工作室講 - 是因為那邊工作室真的是非常多 - 我很怕跟你講你會怕 - 等一下我們工作室裡面沒有吧 - 工作室裡面有 - 蛤 - 外面很多 - 但是他是地基組 - 對我知道 - 我是說地基組以外 - 喔 - 地基組以外外面很多 - 他們都在中庭裡面散步 - 哦 - 因為我們是工作室是在大樓裡面 - 對大樓裡面 - 然後小美說我們工作室外面遍布都是 - 對啊 - 他們都在散步喔 - 欸完蛋了 - 那邊管理人都知道我們是誰 - 那管理人 - 現在管理人聽我們直播 - 晚上要直.. - 晚上要巡邏嗎 - 管理人在聽我們直播 - 那管理室裡面有沒有 - 管理室裡面沒有吧 - 因為那邊 - 很多人啊 - 因為你知道管理人知道 - 管理人知道我們是 - 希望他沒在看 - 他知道我們是誰啊 - 他每次圍騰去工作室的時候 - 他都會說 - 欸圍騰 - 欸圍騰記得關門喔 - 欸圍騰記得掃食名字 - 欸圍騰記得掃食名字 - 哈哈哈哈 - 因為我們管理人就會說 - 欸圍騰記得掃食名字啊 - 欸圍騰記得掃食名字啊 - 可是你有看那些對導演嗎 - 有時候會 - 真的喔 - 然後有時候像我不是 - 可是有時候晚上我會回娘家 - 嗯 - 然後你再你繼續工作 - 然後我有時候回來的時候 - 我都特別喘 - 我只要超過10點多回家的時候 - 我就呃呃呃 - 可是10點跟白天看到會有差嗎 - 可是10點跟白天看到會有差嗎 - 它要開濾鏡 - 恐懼感會增加 - 它要開濾鏡啊 - 喔 - 因為綠光 - 現在是我的time - 我們禮廚的 - 算禮廚的那一天吧 - 我們的禮廚儀式 - 啊不是我媽媽跟我弟弟有來幫忙拜 - 嗯 - 還記得嗎 - 記得 - 然後那一天啊 - 她剛進來的時候 - 地基祖怎麼在那裡 - 妳說你弟喔 - 對 - 她就指著 - 我們的沙發區 - 沙發區 - 對然後後來 - 我就說 - 那個地基祖 - 我們要在這裡拜地基祖 - 她會自己走過來這樣子 - 後來她就在跟我說 - 我們晚上就不要出門 - 因為晚上外面比較多 - 她怕我們會看到或碰到會怕 - 所以她才跟我們講 - 但其實她說 - 她說我前一陣子 - 都有一個人一直在弄我 - 弄妳是在哪邊弄妳 - 可是我們拜託地基祖 - 因為我們家地基祖 - 他們就是 - 她不會打 - 她就是有比較無所謂 - 她就是就會有人跑進來玩 - 因為那個是祖祖 - 她可能也會離開 - 她不一定會租下來 - 她玩什麼 - 她玩我啊 - 她玩妳什麼 - 她玩妳什麼 - 她就咕啲咕啲 - 咕啲咕啲 - 妳就阿嗅感冒 - 欸 - 我就覺得不太舒服這樣子 - 喔 -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- 我們很長一段時間 - 我們沒有跟鬼故事 - 所以卡到印就是她本來咕啲你 - 可是咕啲完她就走了啊 - 到底 - 她就只是想咕啲我 - 後來我有跟我弟 - 討論到這個部分 - 她就說明明就有地基祖 - 那地基祖的工作怎麼沒有做好 - 嗯 - 那其實今天就來分享說 - 地基祖怎麼找到他們的工作 - 我們今天要分享地基祖之後 - 還幫她開檢討會就對了 - 喔對 - 我們要開檢討會 - 等一下那維藤妳知道地基祖怎麼產生了嗎 - 據說是兩個說法啦 - 嗯 - 我自己聽過我自己聽過 - 那小美以前分享 - 維藤說她自己也知道嘛 - 我看一下你們 - 我要合作一下 - 那我先講啊 - 因為還有正解吧 - 還有正解 - 我是聽說 - 我先講我是鄉野奇壇聽說的 - 就是以前看電視知道的那一種 - 喔 - 地基祖就是要嘛就是生前是在這邊的主人 - 或者是他是附近的人 - 然後他找到一個空房子 - 或是他本來就住在這邊 - 嗯 - 算他的地盤 - 在我地盤這樣子 - 完蛋了 - 我剛剛想到三個字 - 我可不太敢說 - 蛤什麼東西 - 鞠雞蟹 - 哈哈哈哈 - 還敢換殼啊 - 沒事 - 沒事 -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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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地基祖新早霸宣 - 噓噓噓噓噓噓 - 沒有沒有 - 我聽說就是 - 可是有些地基祖被敗久了之後 - 功德圓滿 - 會被提拔去當土地公 - 他們的有那個 - 他們的有那個 - 有一個階級制度 - 它可能是就是 - 基本會員 - 然後這是黃金會員 - 然後藍鑽會員 - 那樣子 - 沒有會員是儲持 - 應該是那個兵種 - 兵種上去 - 對我聽說的版本是這樣子 - 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是沒錯的 - 那麼好 - 那小美你講你的 - 那如果他是一塊土地 - 沒有房子啊 - 我們要開始蓋房子 - 那你知道地基祖怎麼進來的嗎 - 你蓋房子的時候他產生了 - 不是產生 - 我們在蓋房子的時候啊 - 我們不是就會 - 要有看哪一天是比較好的日子 - 我們要開始動土 - 動土就是會拜土地公 - 跟那邊的所謂的叫地靈公 - 它就會派人喔 - 對我們就會跟土地公說好 - 我們要在這邊開始蓋房子 - 然後大概蓋得怎樣 - 我們今天要開始蓋 - 蓋好之後呢 - 他們就會開始安排那個 - 這邊會開始有一個職缺在這邊 - 然後 - 他們開始真人 - 他們一開始會怒住每個人的家裡 - 他們這個月秀八天喔 - 是 - 我們有跟土地公報備說 - 我們要蓋房子了 - 對就是動土衣服 - 所以他們那邊就會貼那個招聘請示嗎 -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聚集在這邊 - 它就變成一個 - 比較像管理員吧 - 我真的覺得他們像管理員 - 可能也是一個守護神 - 陰間管委會啦 - 所以土地公算是一個管委會嗎 - 管委會長 - 喔 土地公是管委會會長 - 因為你可能 - 例如說你大樓不方便燒紙錢 - 不是都用土地公代理 - 所以土地公是管委會的 - 管委會長 - 我們這邊的地基組是住透天 - 所以他是自己的 - 可是像我們大樓的話就是有管委會的 - 然後管委會會長是土地公 - 然後其他的管委會成員是地基組 - 委屯你工作室也是請土地公代收嗎 - 我們那天燒的時候就是 - 先燒給土地公嘛 - 請他土地公自己來先收自己的 - 然後接下來就直接燒給地基組 - 啊對啦 - 因為我們第一次禮廚的時候是去廟代燒 - 我一直覺得廟代燒我很怕那個地基組收不到 - 我超怕的 - 不會啊 - 因為那個土地公會轉交啊 - 重點是你要講你的地址給他們 - 因為我很怕我沒說好 - 我每次講地址都會講到忘記 - 所以我很怕地基組收不到他就生氣 - 啊 - 我感覺不到你那天講地址講三次 - 我一直講錯 - 我還跟 - 我還在說不好意思我講錯了 - 我想說可不可以這樣講你知道嗎 - 不好意思我剛剛說錯了 - 他可能你怎麼講錯了 - 小美要抓到臉 - 為什麼會講錯 - 因為我們工作室文件都是小美在幫我寫的 - 你到現在還沒背起來我覺得很了不起耶 - 喔 - 一年了 - 欸對我們工作室買一年了 - 但這就是小美的地基組分享 - 小美第一次跟我講的時候是說地下室有 - 前陣子不是台城大停電嗎 - 對啊 - 然後地下室整個沒電喔 - 然後我要去牽車 - 然後地下室很大嘛 - 然後全黑喔 - 一片黑 - 然後我要牽車我就用手機 - 你想想看就很像在廢墟裡面 - 然後你用手機照那個 - 喔那個超恐怖的喔 - 超恐怖的喔 - 超恐怖的喔 - 然後小美就欸欸欸我們要進去 - 我就叫小美在車庫外面等 - 然後我就一個人進去 - 然後牽車的時候超剉的 - 因為小美就跟我說裡面很多喔 - 可是他說可能是他們在管車的 - 他們在幫你安排車位 - 對啊這就是今天的鬼故事 - 欸我覺得今天的鬼故事沒有那麼恐怖吧 - 啊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- 如果家裡有貼門神又有地基組 - 我們家又有貼門神 -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進來 - 欸? - 門神 - 發生財的意思是什麼? - 我也不知道 - 你也不知道 - 老實說要貼的 - 我也不知道欸 - 老實說要掛就掛了 - 我想說都是吉利的象徵 - 對啊我記得是吉利 - 大家搬家的時候都會貼啊 - 這樣子 - 新家的時候都會 - 啊那我貢獻一個故事啊 - 老幼家園 - 你要貢獻一個故事 - 嗯我想一下喔 - 是有關地基組的嗎 - 欸有欸其實我姑姑 - 因為我的姑姑也是很多靈異體質 - 好久沒有聽到姑姑的故事喔 -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說 - 就是用姑姑的鬼故事嘛 - 是 - 前陣子就是我姑姑有跟我說 - 地基組的故事 - 然後因為我姑姑都是 - 她前幾年的十幾年的人生 - 都是用租的 - 那她有一次是租到一個福地 - 真是好的地方 - 就是一整棟透天 - 然後呢他們就是 - 晚上睡覺的時候 - 都會感覺到一樓有人在走動 - 她就有一次睡覺的時候是 - 在睡夢中聽到一樓有人在走動 - 她就起來了 - 然後就下去一樓 - 然後就看到一男一女年輕人 - 然後是很像年輕的 - 夫妻那一種的 - 是 - 年輕夫妻就跟我姑姑說 - 你把一樓給我 - 我給你們家好運 - 然後後來下一秒 - 我姑姑就醒過來了 - 然後醒來了之後呢 - 這件事情對她而言就是 - 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- 因為她 - 遇過太多了 - 可是重點是她的女兒 - 也做了一樣的夢 - 哦 - 說你把一樓給我們用 - 然後我們就讓你 - 就是就會幫助你這樣子 - 是 - 那結果就住在那邊的 - 這個好像兩三年吧 - 我姑姑的女兒 - 在工作上賺錢 - 基本上是每個月都是那種 - 幾百萬的 - 不是幾十萬那一種 - 幾十萬啦幾十萬 - 幾百萬是誰的 - 幾百萬欸 - 早就買房了吧 - 這是幾十萬的那一種 - 是 - 對對 - 這是第一個 - 然後第二個呢 - 每個人住一個房子 - 都是住一個運氣嘛 - 住久了之後 - 這個房子讓你感覺 - 其實 - 緣分到了 - 他們就會搬家 - 那搬的時候 - 他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去 -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呢 - 看房子的時候 - 就覺得說 - 風光明媚啊 - 好地方啊 - 然後那種整排透天 - 都長得一樣的 - 所以這代表說其實 - 都還OK - 因為你整排如果有問題的話 - 應該都整排都有問題了 - 建商要抓出來 - 建商抓出來編了 - 還住進去 - 舒服 - 可是很奇怪 - 他第一天做夢 - 就夢到了 - 從樓梯上下來到客廳的時候 - 就看到一個女生 - 在一樓的沙發上 - 客廳坐在那邊看他 - 可是他那女生跟他講話 - 但他跟他講話的時候 - 是他的頭在他面前 - 但他的身體還坐在沙發上 - 所以是頭已經分開了 - 長頸女有沒有 - 所以脖子沒有分開這樣子 - 脖子沒有分開 - 然後延伸到他面前 - 然後就跟他說 - 這是我的房子 - 然後我姑姑就 - 聽完了之後 - 就醒過來了 - 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 - 斷斷續續一直在做這樣類似的夢 - 然後做到 - 假設到第五天好了 - 我姑姑已經不爽了 - 因為她覺得說 - 這是我租的房子 - 乖你屁事 - 第五天 - 她做夢的時候 - 那女的又過來說 - 這是我的房子 - 這樣子 - 然後就 - 她其實有點想嚇我姑姑 - 讓我姑姑走掉這樣子 - 然後我姑姑就 - 就在那邊跟他吵架 - 這是我租的房子 - 你有什麼管理 - 叫我租 - 你說 - 然後那一種一直嘴她 - 她在夢中吵 - 我要去找冠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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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她氣到就在夢中跟他吵架 - 然後吵完之後 - 後來她就再也沒有夢到他了 - 這就是兩個 - 我覺得很短 - 因為我姑姑跟我講的時候 - 我覺得這話出來好像有點太歡樂了 - 真的啊? - 這沒有了 - 我就說馬上拜拜 - 拜土地公 - 這冠會了 - 這這個冠會了 - 國安會會長 - 國安會一定代護職守 - 欸這樣我這樣講可以嗎? - 還是不行? - 不可以不可以 - 你知道我有時候開玩笑 - 開玩自己就很 -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? - 就是開玩笑 - 然後晚上睡覺說 - 幹我只是 - 說錯了 - 補充一個很玄的故事 - 那是那一天來那個 - 幫我們家就是做那個露出一室的那個師傅 - 他們遭遇到的狀況 - 是 - 因為那個牽扯太長 - 我講重點就可以了 - 是 - 因為他們那時候在高雄 - 那他有一個好朋友在高雄是開咖啡廳 - 是用租的 - 然後地下室 - 然後跟一樓還有二樓的透天錯 - 這樣子 - 那間咖啡廳呢 - 很妙的地方就是 - 生意一直不太好 - 生意不好就出來 - 很多物料啊 - 其實有開過餐廳的人就知道 - 地下室是一個非常好放那個備料品的地方 - 是 - 那他就放備料品 - 他跟他的那個女朋友 - 都把備料品放在那邊 - 然後需要的時候再去拿嘛 - 這樣子 - 可是最妙的地方就是說 - 他們每次下去 - 都是一個人下去一個人固定啊 - 可是他們只要 - 不管是誰下去 - 都覺得樓下有另外一個人在陪他 - 有一次呢 - 因為在地下室嘛 - 對在地下室裡面 - 然後有一次呢 - 因為那種 - 有去過Costco都知道 - 他們都喜歡把那個東西放在那個物料架上面 - 這樣子 - 他們也有物料架 - 是 - 而且奇怪的地方就是 - 他蹲下來 - 有一次他蹲下來 - 要把那樣拿物料架上面的東西 - 比如說紙箱 - 他把紙箱一移開之後呢 - 就看到他對面有一雙腳 - 而且是穿皮鞋的那種軍靴 - 穿軍官的那種褲子 - 日本軍官 - 日本軍官那種褲子 - 然後加上皮鞋那樣子 - 然後他就嚇到 - 然後下一秒他站起來的時候 - 對面是沒東西了 - 從此之後就只剩下那男生 - 男生快樂下去拿東西這樣而已 - 那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- 因為感覺有 - 又好像沒有那種 - 我只看到腳而已 - 薛丁格爾的那一種感覺 - 薛丁格爾的腳 - 薛丁格爾的腳 - 他有就有 - 沒有就沒有 - 那這件事情他就有去問 - 我們認識的老師 - 其實我們講老師 - 也不能說他是老師 - 我必須先打預防針 - 因為他沒有在幫人家辦事情 - 只是因為他自己有這樣的體質 - 是他有在幫維成辦事情 - 他只是在幫朋友解決問題 - 他沒有公開要收費 - 他也沒有開廟 - 他什麼都沒有 - 好像小美阿� - 小美阿嬤有神坦了 - 對 他是沒有神坦 - 就是有緣當朋友的時候 - 就會幫你解決問題這樣子 - 對 - 那我們那個朋友呢 - 有去了解一下狀況 - 然後了解完說 - 樓下有一個日本軍官 - 但他重點就是 - 那個日本軍官他也不走 - 然後說他在等人 - 但他也不知道在等誰 - 也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離開 - 他在這邊比你更久啊 - 太久了 - 你不能搬進來說 - 欸滾!出去! - 這是我的家園 - 沒辦法吧 - 我要跟土地公講 - 對啊 - 因為他留下來的那個年紀 - 是比這棟房子 - 蓋起來的年紀還要久 - 是 - 對 所以他們沒有任何的權利 - 要求你get out - 離開這樣子 - 是 所以呢 - 和平共處嘛 - 是 然後呢 - 最妙的地方就是 - 同時間我們這個朋友 - 又受到另外一個朋友的邀約說 - 他的其中一個女生朋友 - 也遇到一些狀況 - 就是他在他們的家裡面 - 遇到了阿飄的感覺 - 然後那個阿飄就是一直跟著他 - 然後去到哪跟到哪 - 然後他也不肯離開 - 是 但是就說我對你沒有傷害 - 我只想跟著你 - 對我只想跟著 - 就想賴著你那種感覺 - 是 - 就算你看不到你有一種感覺 - 就是我覺得我這邊有人 - 是 - 或是什麼的 - 你會覺得不舒服 - 但他在某種程度上都覺得 - 好像是無害 - 因為他們其實是見面的時候 - 我那個朋友去跟這個受害者 - 見面的時候就說他不會害你 - 他只是 - 我那個朋友他是有神明的認證過 - 所以那個神明是有說 - 你們是有一個千絲萬縷的緣分在 - 他注定要跟著你身邊這樣子 - 醫生只跟你一人 - 對對對對 - 好像我相聚了 - 對 然後聽起來這兩件事情 - 毫無相關對不對 - 是 然後呢 - 前陣子有一次就是說 - 好吧那女生又有一些狀況 - 需要我這個朋友去了解一下 - 所以他們就約在那個咖啡廳見面了 - 然後在那個咖啡廳一進去的時候 - 就坐下來 - 然後說欸你有什麼事就是要問 - 就是那個受害者 - 就是被跟的那一位說 - 我現在好了欸 - 他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- 我那位朋友說 - 我什麼還沒做 - 什麼事都沒有做啊 - 那你怎麼會好了 - 他跑去地下室 - 然後他就去地下室看一下 - 那個軍官跟那個女鬼阿飘 - 他們其實是在那個時期是在一起的人 - 所以下去的時候就看到他們已經 - 像那個捷克安羅斯一樣 - 他們找到了彼此 - 然後重點呢 - 就是後來才離出原因說 - 因為那個軍官在那個時候 - 日軍統治台灣的時候 - 跟那個女生其實是台灣人 - 他們其實有戀愛關係 - 是 - 可是因為當時的情況之下 - 人家就覺得你是 - 你怎麼一個台灣人去愛日本人 - 日本軍官 - 對對對對 - 那你怎麼一個日本人會去 - 娶台灣人 - 因為那時候他們有那種黃民化 - 或者是次等殖民的那種企劃的時候 - 其實對他們兩個的關係 - 是不是很認同的 - 是一定 - 所以他們是活生生的 - 就是被拆開 -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狀況 - 就是身故而亡的狀況 - 是 - 所以他們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- 又跟彼此在一起 - 又跟彼此在一起 -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一起 - 在生活在咖啡廳地下室 - 對 - 那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- 搞不好進階就變成D級技術了 - 喔 - 所以他們就變D級技術了 - 哇好感人喔 - 喔 - 所以這是日本軍官Part2 - 喔 - 不是同一個日本軍官 - 喔對 - 你們之前有一個 - 喔 - 日本軍官素材可以再拿出來用了 - 哈哈哈哈 - 還去學日文的那一個人嗎 - 對對對 - 這就是日本軍官Part2 - 沒有啦應該不是同一個日本軍官 - 欸其實我們下次可以聊班家啊 - 那我分享我搬家的好笑的事情 - 喔真的嗎 - 你要全部尬在這個系列裡面嗎 - 沒有 - 欸我先講 - 因為我除了搬這次自己的家 - 兩三年前我跟爸爸媽媽住的家也搬過家 - 是 - 我覺得那個不是好笑的事情 - 那個是好生氣的事情 - 你生氣 - 就是我覺得有些搬家公司真的是 - 我應該說我不瞭解這個狀況到底是他們的潛規則 - 還是這個人員的個人問題 - 還是這行的問題 - 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- 因為我當下是蠻傻眼的 - 就是覺得 - 欸你這個狀況是偷東西了吧 - 那種感覺 - 喔了解 - 就是比如說搬過家都知道一定是 - 你有請搬家公司一定是手忙腳亂的 - 因為他們一來就一群人了 - 然後他們也會那一種 - 啊你怎麼這還沒裝好那個還沒裝好那一種 - 就是其實搬家過也知道很多東西是來不及 - 就算你到當天來是有些東西是裝不完的 - 是 - 他們一群人進來就啪哩啪啦的 - 就開始搬床啊 - 搬床架啊等等之類的 - 我們小孩子的工作就是負責就是 - 看他們有沒有 - 看電視 - 沒有沒有 - 電視都搬手還搬個屁啊 - 就是必須看著他們說有沒有哪些東西是 - 他們搬的時候有損毀嘛 - 或者是說他們搬的時候是弄壞了什麼東西 - 他們就真的是必須要做賠償啊 - 結果有幾個搬家的那個師傅 - 他們在搬的時候把沙發搬起來 - 那我們做過沙發那種皮質的 - 就知道那裡面很容易藏一些錢 - 錢 - 尤其是零錢 - 還有遙控器 - 對那你知道他搬起來的時候 - 嗯 - 錢都掉下來了 - 掉下來第一幕 - 而且重點是他不是看我是小孩子嗎 - 那個時候我已經 - 我那時候是28歲喔 - 我站在那邊喔 - 他看著錢掉下來之後 - 他們就把沙發放下來 - 然後說哇小費 - 然後就把地上錢全部撿起來放在口袋 - 啊大概多少啊 - 粗估也有一百多吧 - 啊你沒有說什麼 - 看著這一幕喔 - 然後我就跟我弟說現在是哪一招 - 你就說那個錢 - 那個錢我放在那沙發那是財位 - 我跟我弟在想說 - 會不會是他們這一行的規矩說 - 欸這個錢就是他們的小費 - 我不知道 -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- 然後我上網Google我也找不到答案 - 啊你當下沒有說話 - 因為你擔心說這可能是潛規則 - 對我擔心這可能是個規矩 - 人家說那不會當當的那財位 - 那藍衫都是我外婆留給我的 - 手花錢你 - 哈哈哈哈 - 不好意思喔 - 那我阿祖的手花錢喔 - 他怎麼會在沙發旁邊 - 欸可是為什麼你這次搬家 - 就沒有請搬家工資啊 - 我們之前就是遇到這樣的狀況 - 所以我這一次就直接 - 我就請我七個好朋友 - 然後我... - 七海人喔 - 哈哈哈哈 - 七個小經理 - 哈哈哈哈 - 我就花... - 我就請七個最好的朋友 - 然後就是每個人給他兩千塊 - 幫我搬家 - 是 - 對大家就搬得很開心 - 我覺得... - 我覺得搬家跟朋友一起搬 - 感覺很好欸 - 欸可是我以前都是被人家叫去搬欸 - 我還從台南跑去高雄幫忙搬欸 - 有什麼回饋嗎 - 有啦 - 搬完搬家蠻好玩的啦 - 因為我們那天搬家就是最好的朋友們 - 然後來 - 然後搬完之後就是 - 他們在我們的新家 - 然後每個人發一個兩千塊的紅包 - 然後又一起吃東西 - 就是聊天啊什麼 - 我覺得那種氣氛就是... - 就是你要想高中的時候 - 高中到現在友誼那麼久了 - 然後好不容易我們有一天 - 可以把彼此抄得那麼累 - 高中以前最累可能就是一整天都是 - 運動會嘛 - 對啊那天就是啊 - 弄完之後很累 - 然後坐在那邊就是講幹話什麼 - 很好玩啊 - 有吃有拿 - 那就是謝謝維騰分享他的 - 搬家回憶錄喔 - 之後我們... - 之後就可以開一集了 - 好啦 - 謝謝大家今晚收聽 -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 - 也很高興就是很久沒有聽鬼故事了 - 然後加上今天為騰有來分享鬼故事 - 還有那個日本地基組續集 - 方外篇 - DLC - 支線篇 - 支線篇 - 地基組之日本軍官傳 - 我們有軍官的同仁字咧 - 喔對啊我知道啊 - 你說要幫他出小說是不是 - 那我們期待幫他出其他的同仁字 - 好啦 - 那就謝謝大家今晚收聽 -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 - 大家晚安 - 我們下禮拜三見 - 掰掰 - 掰掰